这里是世界上唯一一片母系主岛的家园 这里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女性支撑的圣地 这里的山叫女山 这里的湖叫母湖 这里的人叫摩梭人 据史书记载 一千多年前从青藏高原的河黄以带 沿藏仪走廊迁徙而来的摩梭人 历经了千辛万苦 终于在卢宫湖停下了疲惫的脚步 在这里开垦种地 狩猎 捕鱼 生儿育女 从此以后 摩梭人就伴随着清清的湖水 讲述着一个东方女儿国的故事 早在二十世纪处 有一位西方的旅者 他就是世界著名探险家 约瑟夫洛克 沿着金沙江沿岸 历尽千西万鹤 终于来到卢宫湖 看到这壮美的景色后 不由感叹道 这里是适合神仙居住的地方 洛克还用他独到的眼光 拍摄记录了当时卢宫湖那段沧桑岁月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中国的人类学家 用新闻电影的形式 叙述了这个关于女儿国的故事 一时间 曾经困惑着人类的种种传说 一串串的蜜语 令世界瞩目 卢宫湖在不同时辰 不同的光照下 产生出不同的影调 也随四季变化 各具特色 阳春三月 冰霄雪蓉 百花齐放 盛夏时节 湖水碧绿 清风纳凉 深秋时节 岸边一派金黄 水中野鸟成群 寒冬之际 冰雪飞舞 一片盛洁 在这一个似乎被人遗忘的山水之间 为什么遗留着人类已经丢失的母系的一粒种子 为什么是一册人人都想读 却读不懂的孤本 却又是一步 至今仍然散发着水淋淋的生命的关于女人的田园史事 摩索人 普遍实行母系大家庭 在家庭中 旧长礼仪 母长才 母为尊 女为贵 但女尊 男不卑 母亲或祖母 是整个家庭的轴心 家庭成员中 只有母亲血缘 如 外婆 母亲 姨妈 舅舅等 而没有父系成员 所生的子女 金属女方 血缘 财产 均由母系继承 母亲主宰着一切 亲情呵护着整个母系大家庭 人类学家 把这里视为地球上最后一个母系王国 社会学者赞誉 人类最后一片净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 全球五十个和谐社区之一 卢姑湖有了母系文化 自然也就有了这浪漫的 男不娶女不嫁的走婚习俗 男方阿柱在入夜后 潜入女方阿夏的花楼 早晨离去 这种走婚依赖感情 两人走婚生下的子女 均由女方抚养 走婚是摩索人情爱的一个符号 在这块圣洁的土地上 摩索情侣唱着心灵的恋歌 一生都在恋爱 一生都在浪漫 无论穿越了多少个世纪 写在历史深处的是纯粹情感 卢姑湖不仅以他独特秀美的自然风光 和民族风情名扬天下 他的美还在于他浓烈的宗教色彩 达巴教是摩索人的本土宗教 他诠释着摩索先民 对世间万物生老病死的理解 达巴教以祖先崇拜 自然崇拜 图腾崇拜为主 他们没有寺庙 没有固定节日 没有经书 完全靠记忆 代代相传 鸟鸟的青眼 弥散着檀香富裕的气息 永不熄灭的火塘边 阿玛转动的是永远的祝福 当微微清风吹拂着五色的金帆 摩索人的心底 总是那么的平和安详 木骨城中撞击的声音 深远厚重 玛尼堆上的六字真言 相克的是永远抗岸 大约是永远的 永远的白天 真言 有点,"有点拒绝 是永远的 是永远的 倒心的 一红红青春的孩子 迎遂了你的传门 转山节是卢孤湖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五 摩托人身着节日盛装 同四敏八方涌入阁目神山脚下 通过各种祭祀形式和活动 祈求女神保佑庄稼丰收 人民安康家庭和睦六处兴旺 届时英俊彪悍的小伙子 和美丽多情的摩托姑娘 尽情地跳着锅庄 而上了年龄的人们 则席地而坐 聊着家常享受大自然赐予的天伦之乐 大年初一是中国传统定义上最大的节庆 而对于摩托人来说 还有着特殊的意义 凡是摩托人年满十三岁时 都要在这一天举行隆重的成人礼仪式 清晨 成人礼在摩托大家庭的正房里举行 届时成人礼的孩子站在柱子旁边 脚踏在猪标肉和粮食袋上 虔诚地脱去铜装 换上成人礼装 孩子向祖先祭台 向祖母母亲姨妈舅舅磕头 接受长辈的祝福 喇嘛和达巴为他念祝福经 然后由舅舅带着到每个亲戚家拜年 从此他已成为家中的成人 不再享受童年的优厚待遇 悠悠千年 岁月如水一般流走 流不走的是这片土地厚重的年轮 康桑岁月中的摩托时 犹如马蹄踏出来的古道 虽然蜿蜒却抹不掉它的风采 虽然时光流转 如孤湖的神韵却永远不变 来吧 这里没有合同 来吧 这里没有上司 这里只有爱和让你的灵魂飞翔的自由 天下卢宫湖 情归女儿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正语 方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北辘 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